哦哦,他们来了,你拿了你的东西,走向即将带你前往地下据点的疏散中心的骑捕车 你的狗什么都不懂,就这样的跟着你走 你在外面,你可以看到几公里外的巨人朝你走来,他们人数非常的多 每一个巨人都有自由女神像那么高,而巨人首领则比帝国大厦还稍高一点 每个巨人都有一张与人类相似的独特面孔,只是他们看起来总是瞪着大眼睛,呲牙咧嘴的 街上的每个人都朝着大型吉普车跑去,车子已经准备好要把人给载走了 但你还远远落后车队,每个巨人随便走一步都超过三十公尺长 所以你只得尽可能快赶快走,你就快抵达吉普车了 只是他们没等你就镜子开走了 镇上现在空无一人,于是你跑向最近的房子躲在地下室里 巨人首领发出一声吼叫,撼动了整个社区一带的大力 你跑下楼,用油和清洁剂好好的搓洗自己 这些巨人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 你把你的狗狗抱在胸前,等着这场噩梦结束 你心跳加速,汗流浃背,巨人们每走一步,地面的震动就晃得越剧烈 也就是说,这些巨人只在数公里外的距离了 几秒钟后,他们停了下来,你仍旧一动不动的 只是,你得了解一下究竟外面发生了什么 你一站起来,其中一个巨人便把房子给撕裂开 看你直接暴露在他们面前 他们看着你的眼神,就仿佛你是桌上最后一块大家都想吃的饼干一般 你将在原地,尽量不做出任何突然动作 可是,你的狗却开始对他们狂吠 当其中一个巨人朝下伸出手想抓住你时,你试图逃跑 其他巨人也试着想去抓你 只是,他们的手彼此撞在一起,给了你一个逃跑的机会 你在路上找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全速狂飙 巨人们听到你逃跑的声音,便开始追着你 幸好,路上没有任何障碍 哇,突然间,其中一个巨人跳过你,落到了路的一边 巨人们就在你身后,而前面的那名巨人张着大嘴 准备把你整个给生吞下腹 你驶离公路朝森林而去 这些树对这些巨人来说只有膝盖那么高 但至少,他们会难以在树林之中看到你的洞下 这片森林很黑,且不适合摩托车通行 你在树林间蜿蜒前行 但突然间,你的摩托车撞上了一块大石头 你和你的狗一起摔进了河里 摩托车爆炸了,引起了巨人的注意 但幸好,你已经被激流给冲下了河 没过多久,你想办法游到了河边,喘了口气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你迅速搭起了帐篷 你仍然可以看到远方的巨人 他们像僵尸那样四处游荡着 有些巨人看起来似乎是站着睡觉 你躲在一个小洞穴里,引起篝火 煮着美味的鲜鱼,周围安静无声 你躲在洞穴里,离巨人只有几公里之远 但最高的那位巨人还是发现了你 并发出了一声尖叫,撼动了整座森林 其余的巨人纷纷醒来,开始向你跑来 你迅速把火扑灭,朝森林浓密处狂奔 幸好,巨人们离你的距离够远 给了你足够的时间找到一个废弃的棚屋 在那里,你看到一辆小摩托车 且奇迹般的,它竟然能用 你发动了小摩托车,然后嗖嗖地扬长而去 你骑回了大路上 但巨人们发现了你,开始追在你身后 与此同时,你的狗也很努力地尽着本分 朝着这些巨人狂吠 试图把他们吓跑 可惜,这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效果 在你面前有一条横穿山脉的隧道 它们通向另一座城市 巨人们跺着脚前行 索惊之地一片狼藉 它们闪耀的眼睛像黑暗中的车灯一样 发着光灿 你一路开过黑暗的隧道 在你的前面是一堆被碾烂 且丢得到处都是的汽车 你找到一辆翻了的卡车 里面有一些食物和储备物 你可以听到巨人在你背后 试图挤过隧道所发出的声音 突然间,一只手伸了出来 试图抓住你 但它没抓到你 而是抓住一辆车 你迅速回到小摩托车上 把狗夹在叶下 飙到隧道的尽头 巨人们仍在试图挤过那座山 太阳在你骑着车继续前行时升了起来 在这片土地上你孤独一人 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 你在前往寻觅补充品的路上 顺便去了几家加油站 你睡在路边废弃的汽车旅馆 你已经两周没见到巨人了 只是还是低调点好 当你骑着车穿越整个国家时 你发现一些性情平和的巨人 四处游荡着 你停下来欣赏了一下风景 但这决定完全是个错误 之前追着你的巨人 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你加速离去 但他们开始用四肢奔跑着 像羚羊那样一路飞奔 就快追上你了 你抵达了一座大湖 沿着湖岸骑着车 但一只水漆巨人 突然出现在水面上 试图抓住你 你只得猛地改变方向 躲入它抓不到你的树林里 但其他巨人 还是不停地在寻找着你 你一直骑着车 直到你看到一群结伴而行的人 巨人在他们身后 但突然间 这些巨人停了下来 然后竟然逃跑了 一开始你很困惑 接着你看到人们拿着巨大的扩音器 发出高频声音 巨人肯定很讨厌这种声音 你向这些游牧者们 做了自我介绍 当时他们拒绝撤离 而现在 待在一个地方 绝对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 他们只得不停地移动 于是 你加入了这群人 他们告诉你 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一个月前 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大陆 突然间都纷纷出现了巨人被冲上岸的事件 在他们醒来后 这些类人生物开始破坏他们所经过的一切 包含城市 城镇 汽车 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 这些生物可以生活在不同的气候中 从寒冷的北方到酷热的沙漠都没问题 他们唯一的弱点 似乎是那道只能持续一小段时间的高音频噪音 地球现在属于他们了 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些巨人 除了嗅觉能力很强之外 他们的视觉和听觉能力也非常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 即便你在他们看来只有蚂蚁那么大 他们还是能发现你的原因 这些人告诉你 疏散计划并没有成功 这些巨人甚至能感觉到地底下的震动 要安然度过这一浩劫 并过上和平生活的唯一机会 便是航行到一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上 又到了夜晚 游牧者们并没有扎营 而是继续前进 夜晚其实是前行的最佳时机 因为大多数巨人这时都在睡觉 他们警告了你最重要的事情 务必要保持安静 当你抵达巨人森林时 你只得丢掉你的小摩托车 那里有几十个巨人站在一片空地上睡着觉 任何碰到他们的东西都会把他们给吵醒 更不用说他们听到的任何声音了 游牧者们组织了起来 开始在巨人周围机灵地行动着 这些巨人的脚有一辆大巴是那么大 你垫着脚尖绕过他们 但到处都是他们的脚 你成功一路绕过了巨人 但后面却有人不小心碰到了其中一个巨人 巨人立刻惊醒过来 这醒醒了其他巨人 他们狂暴地醒来 开始到处狂躁着踩踏着 你和其他的人捏手捏脚地向海岸走去 而没被巨人给发现 那里有一艘大船等着大家 当大家都准备好后 这艘船便扬帆起航了 巨人们知道船远离了海岸才发现了它 但海洋阻止不了这些巨人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海中游着 引起了巨大的波浪 但这些波浪把你的船推得离巨人更远 但当他们好不容易游得够近时 船上的人打开了扩音器 高音调的声音把巨人给吓跑了 使得这艘船可以成功航行到远离危险的荒岛上